火車站北站 遠景拿手電筒 推開門之後 小心翼翼仔細搜索 把機房各個角落全都檢查一遍 另一組人馬繃緊神經 前往月台 展開地毯式的搜索 基隆地檢署的陳情信箱 21日被人留言說 基隆火車站某處安裝了5顆遙控炸彈 警方貨報不敢大意 大逼遠景協同防暴小組 在車站大廳月台售票處展開搜索 並針對行機可疑的旅客進行盤查 這個恐嚇案提到的留言 是說希望釋放某些 在這幾天發生嚴重治安事件的幫派分子 所以我們覺得說 現在我們希望 我們能夠積極地把治安能夠改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我們基隆市府 尤其是我上任以後 我們真的是對黑幫真的是零容忍 從我們上任以來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只有任何作為 我們就是非常積極地 要來告訴市民我們的決心 那我們覺得此風不可掌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也要 除了責成我們基隆市警局 跟鐵路警察局以外 我們要懇請更多的檢警單位 要來盡快地 將這些嫌犯繩之以法 我們再次宣示 只要有囂張的幫派行為 在基隆市的境內發生 我們一定會全力反擊 完全不會給予任何的空間 最起碼這個是我們市政府的立場 我們今天在考慮再三之後 也決定要跟市民朋友講 請大家安心 生活跟通勤跟交通造就 但是我覺得民眾有知的權利 我們仍然是需要告訴市民 發生了什麼事 及警方的作為 最重要的是要讓市民朋友了解 在張局長跟劉大隊長 及全體基隆市警察局 還有鐵路警察局的同仁努力之下 請大家安心 在第一時間接獲地檢署的通報以後 我們就立即 報警地檢署指揮 也通知刑事警察局 也通知鐵路警察局 並由鐵路警察局派員 以及本局的監視科 拿相關的器材 到火車站 在徐站長的陪統之下 對廁所還有公共空間 還有整個南站北站相關處所做一個安全檢查 到目前為止是沒有任何可疑的物品發現 所以也請市民放心 那這一個案子 我們有根據這個資料裡面發現 他有的這個電話是跟某警察單位一樣 那他這個信箱的地址 以及這個email 跟前不久跟桃園捷運 以及跟這個高鐵桃園站的 這相關恐嚇的言論的信箱 是相同的 所以研判這個是報紙報的 可能是有一個姓張的陸生 可能是他所為 不過我們還是無望無重繼續再深入申辦 結果警方地毯市搜索 並沒有發現任何可疑的爆裂物 就用市長謝國良晚間也召開了記者會 向民眾說明處理過程 希望民眾能夠放心 強調警方打擊不法 維護民眾安全 絕對不會鬆懈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 打